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端熊市場 還記得呢上次喔我曾經買過一個螢幕曲面的 那那個時候呢其實我已經滿心滿意足了 我覺得這樣已經夠了 沒想到今天有機會要來開箱一個更大的 更取的 更誇張的 有了我拿起來了各位觀眾 太長了怎樣 我要先放下來我要先放下來 長到就是放不下我的螢幕裡了好不好 他這邊有寫到說要在箱子裡面的時候呢 就先組裝然後再把它 翻過來拿出來 結果我就直接組裝了 超叛逆有沒有 超叛逆完全不知道說明書手 我就是這麼叛逆 好了各位那我們現在呢就來看一下開機的畫面 我第一次不知道它怎麼構圖 你知道嗎 我知道用這樣的方式來呈現 因為它真的太長了我不知道怎麼拍 各位可以看到我原先的桌布 已經變成中間那麼小一塊了 這是我原本設定的解析度啦 好扯喔好長喔 這樣子呢就可以切成兩個畫面喔 兩個視窗 而且這個視窗的比例呢非常的好 所以現在就是有兩個螢幕可以這樣自由運用 非常的棒喔 現在可以在這邊剪接啊然後一邊確認自己頻道的動向 超完美的好不好 這種多工的感覺就是很棒 好各位我們現在來示範一下日常生活中的運用 像我呢常常都會用那種 模擬器 比如說我現在開了手機的模擬器 有沒有一邊就可以掛你的遊戲 一邊呢我就可以回覆網友的留言啊 或是說做一些互動之類的 真的就是多一個螢幕的感覺啊 像我現在呢剛好就是要發布我的影片喔 OK 這樣搞定啦 然後我還可以一邊觀察我的 唉唷 戰況如何 一邊看一下留言 喔頭箱 喔頭箱頭箱好多頭箱 好分割的功能展示就到這邊 接下來呢 我特地 跟我工作室的夥伴孫希 借了他的電帳號 他裡面呢有些遊戲喔 非常適合這種螢幕玩 我們等一下來看看 實際的效果怎樣 好各位我們現在來實測遊戲呢 是歐洲模擬卡車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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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像我現在就跟我的 貨車廂 卡住了喔 有了有了 車廂被我解放了 OK 雜牌要上高速公路啦 呃 停看廳 停看廳 好 這時候叫他出去看一下 欸 有沒有來車 OK 車蠻多的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好 Let's go 好 正式踏上我們的 送貨之旅了 好不好 我們來體驗一下大卡車司機的辛勞 大卡車的死角真的很多啦 所以千萬不要在 旁邊這邊 閒晃 好不好 讓一下 OK的 我們現在往哪邊走 啊 完蛋有沒有 你看 哇 有沒有看到我這個技術 哇 真的殺不住啦 哇哇哇 好了 完蛋了 站住要叫緊財良了 OK 這樣我們就送完了 送完了 進去一下 OK 好接下來我們就來玩一點小品類的喔 因為我真的有3D暈啦 所以剛剛那個實在是有點受不了 哇 超大的有沒有看到 哇 讓我回鄉起那時候玩這個遊戲的時候了 我記得那個時候打到月王吧 我們那時候玩到最強的王就是月王 這視野這樣的話就很棒了欸 因為以往啊我們可能就只能這樣子而已 這樣子而已 現在整個往旁邊擴展出來 拿我之前那台曲面來講的話 就是多了一半 多了一半的視野 好的各位 更厲害的來了 注意看這個畫面 有沒有發現哪裡不一樣 欸 左邊是我Mac的 右邊是Windows的電腦 這就是它厲害的地方 它可以分別呢 接兩個訊號源 我現在接了Mac的筆電 然後另外一邊呢 是接著Windows的電腦 但是同時輸出在這個畫面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左邊Mac正在剪片 右邊呢 則是Windows 看你要幹嘛都行 非常的神奇啊這個 對喔好像還沒講到喔 這個螢幕呢 可以這樣子調 可以往上調 可以往下調 可以往左邊 過去 再可以往右邊 蠻自由運用的啊 它的角度其實蠻廣的 以上呢就是這一次 實測的這個 三星的曲面螢幕 43吋的 真的很大 我以後呢就方便多了 像以往我們使用雙四窗 或是三四窗喔 都會有那個邊邊在 你再怎麼的窄邊框 還是沒邊框好吧 是吧 好了各位今天影片呢 就到這邊啦 那我們就兩樣子影片 Post you in the next video 新影片啦 再見囉 See you